年初三尺口,很多人都知道 這一日被認為是容易和人發生口角爭執 所以都不會去拜年 那農曆新年其他日子又有什麼習俗呢? 回到年初一說起 這一日是不可以用掃把掃地 否則就會掃走運氣又破財 年初二俗稱刑誓日 顧名思義外嫁女就會帶老公回娘家拜年 年初三尺口就說了 而年初四就要接造神 傳說這一日造軍下凡查戶口不適宜出軟門 年初五就要趕五窮 大家會燒炮掌和打掃 趕走自窮、學窮、民窮、命窮、交窮這些煤氣壞 年初六就要送窮鬼 家家戶戶都會將自日積賣積賣的垃圾一次過丟走 說到年初七人一 相傳說上天創造萬物的次序 是一雞、二九、三豬四羊、五牛六馬、七人八谷 人就在初七那天被創造出來的 所以人人都會在初七生日 小朋友都會食及底粥 希望讀書聰明伶俐一些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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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